第五人格文豪野犬联动延期后 玩家就十分关注后续消息 可惜策划先后公布了两个节气贺图 没有再继续爆料 好在国际服放出了新的活动安排 全新的万圣节主题迷宫娱乐玩法 本周现实开启 根据暮色之宴的活动交互按钮可知 第二阶段还有万圣宴会和月夜逃脱两个活动 将在本周更新后开启 新的娱乐玩法就是月夜逃脱 在万圣节主题地图红教堂中进行 红教堂将变成了一个新的地图 策划用障碍物组建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地图将被分为教堂迷宫 墓地迷宫和地毯迷宫三大部分 玩家可寻找传动点或通道口前往下个迷宫 在教堂迷宫中有很多木板机关 打开之后可继续前进 同时和墓地宫廷联动会有南瓜炸弹 惊吓蝙蝠和蜡烛陷阱 趣味性非常高 月夜逃脱需要四人同时进行 从红教堂中逃生即可获得胜利 当然玩家可以使用其他方法 打开快速通道逃生 当有玩家到达大门或游戏进行到一定时长后 快速通道便可开启 无需寻找正确的路线 另外还可以在迷宫中收集各种道具 收集一定数量之后 快速通道也会开启 而地图中的南瓜炸弹将会把玩家炸晕 蝙蝠则会驱使玩家向反方向移动 大烛陷阱则会减缓移动速度 一定要小心这些道具 在一起等待联动再次上线的消失之前 让我们先去迷宫里探险吧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期待新玩法的上线吗